但是治安的問題 會不會在這一次的過程 一直到現在 好不要講說有88槍的問題 最近跟88這個數字 那個什麼88會館 然後警大校長 然後陳哲文那件事情 大家這幾天比較關心的 反而是其中的一個轉折 警大校長 他是屬於警大校長 然後屬於警政署 但是他請辭 他的請辭是行政院發言人 羅秉承告知 而且告知到現在 包括你看媒體上 你看那個包括內政部出來發表的內容 那幾個字引起大家所有現場 我相信包括現場來賓大家討論 有沒有人告訴我 勒令自行請辭 到底是被勒令請辭 還是自行請辭 什麼叫勒令自行請辭 我勒令你自己請辭 那叫你辭了 那還要加自行兩個字幹嘛呢 就勒令請辭 勒令自行請辭 對因為不是我把你換掉 是我要求你自己把自己換掉 他意思說你自己想好時辰 不要說出去是我講的 千萬不要說是我講的 沒有啊 他不是都已經講勒令了嗎 對啊 我覺得你自行請辭 我還跟你講 這個人是我勒令你 對勒令的 然後是我們表示嚴正的態度 對就是要你請辭了 可能時辰都是別人寫的拿給他簽名 陳哲文的事情其實蠻有趣的 我覺得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這會有 我覺得警戒風暴的問題存在 其實要回過頭來 其實不是單獨看陳哲文的問題 你要回過頭來先看陳家欽的問題 陳家欽跟徐國勇的衝突 衝突一路下來 你看到了陳家欽先提前退休 後面槓了徐國勇 槓了徐國勇之後呢 一段時間就出現了陳哲文八八會館 陳哲文八八會館的是影片出來以後 接下來跑出來的是 徐國勇跟陳哲文吃飯的東西 所以這幾件事要一起合起來看 好一起合起來看 陳哲文當航警局局長的時候 其實黨內的船員就已經很多 就是背後有一些力量 在想要把陳家欽拉下來 OK 要推陳哲文上去接署長 這就是警戒裡面其實有一些扯到黨政裡面的一些衝突開始 所以一路算什麼影片啊什麼什麼的陸陸續續就出來了 我覺得他不是一個那麼單純好像就是 陳哲文的好像就記錄八八會館引爆的一個效應 而且八八會館不是這一兩天一兩個月的事 對 所以他並不是那麼那麼那麼的 看起來好像是表征上面的事情 表征上面的事情 所以這一連串下來以後 當然你看徐國勇 遲 對內政部長 完了以後未留不留 然後接下來陳哲文的事就出來了 當初是徐國勇要處理把他送連政去查 那這一連串的事情 其實背後牽扯的是還有政治力的問題 不是單純警戒的問題 所以他未來的發展 就會讓大家看警戒會發生什麼事 當然 陳哲文的事情 某種程度上在九合一選舉的時候 當那個影片曝光的時候 警察與社會上面 該有一些爭議的 那個界線你要怎麼分 那個似乎那個影片是告訴你界線被打破 界線被打破 然後接下來才會有什麼八十八槍啊 什麼什麼什麼一大堆的事情 他變成累加一直累加累加累加 以至於到現在為什麼選舉打黑道 好像感覺很有用 好像大家都在討論這個問題 他是從一路累加上來的 那另外就是說 其實民進黨這一次會處理 陳哲文某種事情也是為了為了立委補選的事情 因為黑道的事情出來了 那當然你這件事情處理完的時候 我們還在看下一波 警察大學誰要接 那台北市新北警察局長 黃忠仁要明年要退 台中警察局長明年要退 所以他一夕之間出現了三線四的缺 三線三的缺一堆 那就剛才講的 陳嘉欽陳哲文還有徐國勇的事情 這樣一路下來 背後還會不會發生政治力介入 暴引爆警戒上面的風暴 如果再引爆的話 我覺得對民進黨不會有好事 陳嘉欽最後三十秒有沒有針對像這些的話 有沒有什麼態度 要表達 我覺得其實治安是民眾的一種感覺 生活上的感覺 不是你公佈數字說 你看現在治安有多好 有時候就是民眾生活感覺上 當社會發生一連串的重大刑案以外 對於這些執法人員的道德操守標準要求 本來就要比較高 所以我管你是自己性甘情願請辭 還是貝勒令請辭 當你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 你就是要面對啊 那執政黨就有這個責任啊 這本來就是要處理的啊 最後三十秒 陳哲文我覺得那就是他們派系的問題 因為陳哲文跟蘇貞昌他們都不同派系 那徐國勇下來之後 陳哲文當然就會被要求 不然的話 人家就已經一開始消息傳出來說 是他要退休 結果沒多久又出來說 我們是勒令叫他自己請辭 故意去講這個事情幹嘛 很擺明就是還要羞辱人家